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21回 这金族女子看到韩丽不知道什么是魔盒 立刻微微一笑对韩丽解释道 这所谓的魔盒啊 其实呢就是高阶魔兽的内单 想要对这件天类魔甲有用的话 起码呢也要数以百计的魔盒才可以 而且必须都出自上族以上等级的魔兽才行 其中一课要作为修补魔甲的主材料 等级越高越好 最好呢是圣级魔兽的内单 女子神色名重的缓缓的说道 圣级魔兽 道友莫非是在开玩笑 如此多高阶的魔盒 韩某上哪给你寻来啊 更别说圣级存在了 我怎么觉得修补比买下瓷甲的代价还要高昂得多 可说倒又不会信口胡说吧 嗯 韩丽脸所以沉不客气的说道 哎呀前辈如此想可就错了 瓷甲修复后的提升效果 几乎大半取决于作为主材料的魔盒 若是稍低阶的魔盒 晚辈也可以进行修补 但是效果却大大的逊色的 若是用圣级魔盒修补的话 我也能起码能再提升两到三倍 如此强大的效果代价高一些 也是正常之事 而且晚辈既然提到了圣级魔盒 自然对此呢 也是有了一些眉目的 我有两条消息 可以免费的奉送前辈之道 都可以得到圣级魔盒的 新族女子笑吟吟的 似乎对此啊 早就仔细的考虑过了 两条消息 道友说来听听 行里不置可否的问道 啊 在三个月后 云城拍卖行之一的 云祥拍卖行 将会有一颗圣级荆级魔兽 的魔盒拍卖 据我所知 此魔盒极其稀有 甚至城中的一些圣族 也已经盯上了此物 打算的出手买下它 圣族 行里眉头一皱 他就算是自持 身价不菲 也绝对没有信心 比合体级别存在 更加富有的 那些老怪物 哪一个不是活了万年 甚至数万年以上 搜集的东西 和拥有的精神的数量 绝对多到 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当然了 若没有丝毫顾忌的话 他将身上携带的 诸多的灵药材料 全都拿出来变换精神 倒也不是不能和这些圣族 争拍一番的 但是 行里身处一足 他又怎么会轻易的显露身疆 否则的话 恐怕的魔盒还没有买下来 就先被有心人盯上的 他可不想无端惹事上身呢 行里心念飞快的转动之下 片刻他摇了摇头 既然有圣族参加拍卖 我肯定没有办法拍到此物 我看这个法则是行不通的呀 既然前辈这么说 那就只有听听第二条消息了 前辈是新进到天云的吧 不知道是否听说过摩金山脉 少女微微一笑 毫不在意的样子 摩金山脉 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具体的情形 还真的是不太清楚啊 韩丽听了心中一动 前辈不太清楚 这并不奇怪 此地方呢 也不过是最近万年才出现的 其他地方之人呢 也很少有人知道 晚辈呢 就详家解说一下吧 女子明眸流转 奄然一笑 好 那就有劳倒有了 韩丽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 同时脑海中浮现出了那份云城附近的地图 正有这摩金山脉的位置 大约在万年前呢 在离我云城一个月路程的荒原之地处 突然出现了空间风暴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空间风暴过后 那里啊 竟然多出了一片黑色的山脉出来 而这片山脉被浓浓的魔气笼罩 并且上空的虚空极其不本 竟出现了不少空间裂缝 而这些裂缝中呢 有大量的魔气涌出 并伴随着一些高阶魔兽狂涌而出 其中呢 就不乏一些圣阶魔兽 短短的时间之内 以这山脉为中心的数百万里的区域 全都沦落成了魔域 并且还不停地向四周扩散而去 此事惊动了我们天云族的圣族顶阶存在 结果几名高手联手之下 进入到了此区域 联手击杀了大半的圣阶的魔兽 并一直呢 进入到了山脉的中心处 打算彻底的解决此事 新族女子神色凝重的说着 而杭丽在此里一说到空间裂缝 还有大量魔气涌出的时候 心中一愣 几乎瞬间就想到了 当初在非灵族时的明河之地 但这个时候呢 新族女子长吐了一口气 又接着说道 那些圣族不知道在山脉中心处遇到了什么事 竟然在那里呢 逗留了半年之久才返回来的 他们回来之后 立刻下令将此区域呢 彻底用禁制风圈起来 只留下一个出口处 然后给各族传话说 说此事啊 已经解决了 从空间裂缝中 不会有大量魔气和圣街的魔兽涌出 只会维持现在的面积大小和魔兽的数量而已 但是同样的 从今往后 不准圣族以上存在进入此地 圣族以下之人呢 倒可以进入此区域灭杀魔兽 以获得内担和一些珍惜的材料 不但进入此区域的时间 只能一年中的固定一个月 并且无论是否有收获 每次呢 都只能待上一个月 就必须离开这个区域 时间一过 就会立刻关闭出口 要知道那个地方的魔气如此之重 哪怕魔修都没有办法在里面待上太长时间的 否则魔气同化之下 必定化为了魔物 而此地中魔兽众多 的确是获取珍惜材料 换取零食的好地方 因此呢 一开始的几年 几乎每一年开启之时 都会有大量中高阶存在 涌入此地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人就一下子稀少了起来 这到了如今呢 还敢进入此地的 那更是少得可怜 说到这里 京族女子叹了一口气 哦 这是为什么呀 杭丽这个时候倒有一些好奇了起来 哎 伤亡实在是太惊人了 进入魔狱能出来的人 固然是满载而归 但是未能出来的 却足足占据了进入之人的十分之一二 如此高的陨落比例 若是只是次数还好 但是年年如此 并且从不见里面的高阶魔兽减少过 虽然让人望而生畏了 而魔狱中除了高阶的魔兽无数 甚至呢 还有当年残留的几头圣祭的魔兽 虽然说他们基本上只是在中心处栖息 但是若偶尔遇上了 虽然只有死路一条 说实话 进入此山脉 实在不好说是各族击杀魔兽 但是让魔兽专门吞噬各族修炼者的 好在越是高阶魔兽呢 越在山脉的深处 轻易不到边缘地带来 否则的话 任谁也不会进去送死的 现如今呢 要是敢冒险进入此地 并能活着出来 堪称一夜暴富 然而这片魔狱 渐渐的就被称为魔金山脉了 用来形容我等对此地的又恨又爱之心 金族女子的韩笑 为韩丽解释道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道友说了如此之多 难道是想让我进入此地 击杀里面的圣街魔兽 哈利摸了摸下巴 半晌过后才淡淡地说道 他面上毫无表情 但是心中呢 却已经下定了决心 若是眼前的女子 真要发疯的如此的建议 他立刻二话不说的 马上结束谈话 离开此地 纵然间 这天外魔甲对其大有用处 但也不至于让他为其拼上小命的 那摩金山脉中心地处如此危险 晚辈怎么会提此建议的 但是呢 晚辈想让前辈图谋的 也的确是摩金山脉中啊 一只圣街魔兽的魔盒 星族女子啊 明嘴一笑 轻轻地摇摇头 此话怎讲 横里目光一闪 似乎想到了什么 据我所知 百年前有一只不知名的圣街的魔兽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突然呢 强行冲出了摩金山脉 并一连袭击了附近的树处城镇 但是同时呢 也被文姓赶到的其他几名圣族啊 击成了重伤 逃至夭夭了 而晚辈机缘巧合之下 下好就知道此魔兽的藏身之地 女子面露一丝神秘之色 说出了让寒丽一惊的话来 哦 你此话当真 寒丽深吸了一口气 神色变得凝重了 觉悟虚言 而且啊 此寿当年富伤太重 又悄悄地前回到摩金山脉边缘处的一处隐秘之地 正处沉睡之中 一身神通 尚不足全圣时的十分之一 唯一麻烦的是 此寿在沉睡之处 制造了一片魔器结界 除非是同样能驱使魔器的高阶魔修 否则的话 一接触此结界 立刻呢 就会惊醒此寿的 这也是我早就知道此寿踪迹 但是却一直束手无策的原因 而我替前辈修补魔甲的代价 就是除了魔盒之外 此寿身上的其他的所有的材料 前辈若是觉得合适 我呢就会将此寿沉睡之地 如实相告的 星族女子讲完一切之后 终于呢 郑重地说出了自己的条件 此寿当真 只纯睡在摩金山脉边缘处 并且神通不足原先十分之一 你如何准确地知道此寿的情况呢呀 啊 韩丽沉淹了良久才问了这么一句 她听此女如此一说 自然有些心动了 但是事关重大 同样呢 需要先问清楚一切再说 晚辈绝无虚言 看前辈还有一律的样子 晚辈再给前辈看一物 就应该明白了 京族女子见韩丽如此谨慎 反而心中一喜地说道 接着那单手一扬 突然啊 一股黑烟从其袍袖中飞射而出 一阵凝聚的化为一物停留在了女子的头顶处 竟是一只拳头大小 通体乌黑 但是嘴巴火红 两眼金灿灿的怪鸟 磨烟鸟 这韩丽一眼就认出了此鸟的来历 现实已经随即又恍然大悟了起来 不错 此灵兽正是灵界极其稀少的几种 可被我等驯服的魔兽之一 虽然说丝毫攻击之力没有 但是在行物前行上绝对是神妙异常 甚至呢可以让主人长期的基辅一丝神念在其身躯上 加以亲身操纵 我知道那头圣街魔兽下落之后 就是操纵此鸟数次潜入其沉睡之处 亲眼加以观察的 经族女子呢 焉然一笑 既然有此魔鸟在 我也相信道友之言不虚 但是韩某还是要多问一句 这只圣街魔兽当初能在圣族联手之下 还能逃得尽命 应该不是低阶位的圣街吧 而且不同种类的魔兽 同街之间神通相差也是极大的 道友也没有办法判断此兽的种类吗 韩律点了点头 但是呢又仔细的问了几句 我虽然说并没有亲眼目睹此寿前圣时 和其他圣族那场大战 但是据说呀 应该相当于圣族二阶到三阶间左右 当然了 这些认为只是通过一些其他之口来判断的 并不能十分的肯定 至于此寿种类 却不好判断 但是似乎和传说中的真灵 山岳巨猿有几分相似的 说不定呢 真的具有其几分血脉 圣族女子不加思索的说道 山岳猿 行律一听此话呀 脸色微微一变 对了 晚辈有此寿图像 前辈可以先看上一看 星族女子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御守一抬呢 又抛出了一块早就准备好了的石片 韩丽也没有客气 直接将石片抓到了手中 往额头上一放 将神石侵入到其中 果然有几分相似啊 半晌之后 韩丽将手臂放下 略有所思的说道 晚辈已经说了这么多了 不知道前辈可有决定了 经族女子望着韩丽 隐隐的带有一丝期盼之意的说道 不知道道有如何称呼啊 韩丽微微一笑之后 竟默然地问出了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啊 前辈就叫晚辈仙仙就行了 经族女子一愣随即微笑着回答道 仙仙 韩丽难难重复了一句 点了点头又说 既然无需我深入墨金山脉 并且呢 那只圣洁魔兽神通大简 此风险倒也值得一冒 但是丑话说在前边呢 若是发现事情并非像你说的那般 或者呢 另有其他原因 感觉到风险太大 我会随时放弃此事的 而且到墨金山脉开放那天 我希望道有跟我一起走一趟 亲自给我带一下路 最后一点 若是这只圣洁魔兽 真的具有山岳巨猿血脉的话 真灵之血必须分我一半 这些条件有一条不答应我 我们都没有办法再交易下去了 说到最后 韩丽神色肃然地下来 没问题 这些条件晚辈都答应了 鲜鲜略以思量 就一口阴沉了下来 先对方答应得如此爽快 韩丽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也不再说什么 手腕一抖 顿时啊 除雾灼 滴溜溜一飞而出 单手冲其一点指 顿时那一片青色光辖飞进而出 十几个大小不一的瓶子 木盒匣子之类的东西 默然出现在了半空中 另外呢 还有数十块五光十色的极品零石 金灿灿的同样漂浮而出 这些单药从你现在的境界 一直到上足低中节都可以使用 甚至呢 可以助你突破瓶颈的 只是效果如何 那还要因人而异的 至于那些材料嘛 也是我费了不少的功夫才搜集到的 倒要看看是否满意啊 韩丽淡淡的说道 那些单药 有不少都是韩丽以前啊 自己服用的东西 甚至仅存的两瓶真寒液 也拿了出来 倒不怕对方有何不满啊 至于那些材料呢 可能稍微刺了一点 但也是他在火湖群岛的时候 击沙的两头 练须级别的妖兽身上的材料 也算是珍惜至极啊 倒是那些极品零石 他收集不易 一下子拿出这么多来 着实肉疼了一把呀 果然女子一一检查过 这些单药和材料之后 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出来 这些东西都非同小可 再加上这些极品零石 足以抵得那些魔化战甲了 金族女子抬手 将东西和金石呢 全都一收而起 含笑的说道 好吧 倒有满意就行了 此事我看就这么说定了 我留下一块万里符给你 短时间之内呢 我不会离开云城的 等到那摩金山脉 快开启的时候 你用此符通知我就可以了 韩丽微微一笑 神念一动之下 储物卓表面魔光一闪 又掉出一块巴掌大的玉牌出来 然后就把这储物卓 化为了一道清光 呼啸飞回 一闪及时之后 再次出现在了 韩丽的手腕上 好吧 晚辈记下了 金族女子笑着点了点头 也一把将玉牌 吸到了手中 韩丽不再说什么 两手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顿时的头顶黑器中的 金色法像 连同身上的紫色的战甲 一闪之下 同时溃散消失了 与此同时呢 韩丽体内斑田处的原因 嘴角微笑 面带笑容 她原本赤裸的 白白胖胖的身躯上 赫然多出了一副 紫红色的战甲呀 下面的事情 那就简单了 这名叫鲜鲜的女子 用法盘将二人送回到了 原先的店铺中后 韩丽呢 并没有多加逗留 当即飘然离去 接下来的时间里边 韩丽一家接一家的 又看了其他许多 感兴趣的店铺 主要是材料店 法器店 福禄等各种专门的店铺 虽然说 它同样的有所收获 但是 比起自己得大的天外魔甲来 那自然根本就不可能 相提并论呢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022回 最后一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